我已經開始錄了喔 好雖然現在人很少但是我要開始上課了 上一節沒在你們班路而已後悔 因為我只是想說去御班路一下就出事情 反正如果有看影片就知道了 結果很中邪一直在喊耶 來看到第九章 我們會以正課的進度來講 在二段後我打算用十節課把全部進度上完 我們已經上了五節了 然後把第七章跟第八章上完了 接著我會用五節課的時間上第九跟第十章 第九章相對多一點 而且它有三節的內容 所以我大概會用三節課 那第十章各位知道了 每一段歷史結束都是跟你講 什麼人類怎麼面對什麼問題剛好 那些比較好講 我剛剛用兩節課來講 那因此第九章請你把標題冷戰自己寫一下 冷戰的時間大概就是1945到1990年 哇 你好厲害的人突然就塞滿了 剛剛明明都沒冷 好來冷戰 1945到1990 你到那裡就是剛好躲住 對啊 你要再放離遠一點這樣 好吧 隨便 好 那以前講冷戰 因為各位大概是在冷戰結束 要再過個十年才出生 所以這個歷史其實你們不太會能夠感受到 什麼叫冷戰 可是這是信還是不信呢 從去年開始因為美中貿易戰的關係 都知道美國跟中國現在不是只有在貿易出問題 他們是在軍事上也是競爭的 然後美國會去禁中國的一些設備 或是一些那個通訊大廠 其實理由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問題 好 比如說中國用監視系統 用大數據去監控他的人民 所以美國會用這一方面的理由去禁止他的設備 跟他的一些東西在美國流通 像這個理由就是意識形態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們不幹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中國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那雙方在那個關鍵上就沒有辦法融合 來投影片 冷戰大概就是一種這樣子的對抗 他們在各方面都顯得不搭桿 以至於在各方面都有建法武章的趨勢 那所以投影片我們先定義一下 冷戰是哪一種戰爭 我現在講的大概是169頁的第一段的地方 好 這個是我在網路找到的 冷戰這個詞是美國一個記者所提出來 後來被廣泛使用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一般可能也會用到冷戰這個詞 不是那個某某人跟某某人在冷戰嗎 請問這是怎麼個戰法 是不是就是兩個人見到面假裝沒看到 然後一直不講話 可是不講話其實內心已經給了很多很多倫 內心已經講了很多很多話過 帶著很多很多的憤怒跟情緒 好 所以冷戰就是它實際上沒有什麼打架衝突 因為那就是熱戰不是冷戰 但實際上雙方就是不合 雙方就是很多的不同 所以這邊它講說尚未開打卻會很合體 講的其實這個角度是蠻好的 然後他們在軍事上 在經濟上 在科技上 在意識形態 待會我每一個部分都會幫各位舉例 他們在這些地方是怎麼樣去佔的 那至於那個1948年柏林危機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理解二戰結束 就是冷戰開始 所以說1945年就可以了 那當然每一個歷史學者或者每一個人 會有他自己定義 怎麼樣是一個比較好的開段 我們就不討論這一點 那這個是課本上的講法 他說二次大戰之後 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跟蘇聯的共產主義 來 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對抗 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套邏輯 那商人就是商人 那共產主義呢 商人是國家人 國家介入經濟失誤 像這些東西就是一個基本價值觀的不同 好 再來 這也是課本的敘述 由於兩者並沒有爆發直接大規模的軍事 衝突 我想我這邊要解釋一下這句話 因為你對照一些事實 它是有衝突的 越戰跟韓戰難道不是直接大規模的衝突嗎 以一般的戰爭來講 它是大規模的 它也是直接的 美國都直接出兵啊 怎麼會不是直接呢 那但是它這邊講的意思是 相較於核子武器之間來用 各位知道冷戰這段時間是 雙方在核子武器有一個數量上的競爭 而且雙方其實如果真的把它用在 實際上用在戰場上面的話 它會是一個很災難性的後果 那因此我想這句話其實是一個比較 跟我剛剛講的那種戰爭比 它沒有這種核子武器直接的對戰 那這樣我們看到這是一個軍備競賽 那所以美國跟蘇聯在二戰結束之後的一段時間 它的軍費都有巨幅的提升 所以他們都是以自己擁有的武器的數量 跟先進的程度來威嚇對方的 那當然美國到後來有一段時間 好像軍費的支出是降低 以至於被蘇聯超越 這一段剛好是美國內部最不安的一段時期 很多的社會抗爭很多的那個政府跟民間意見的不同等等 那最後一段時間大概是並駕齊驅的 那這一段其實是剛剛的延伸 這是雙方所擁有的核子武器彈頭的數量 左邊是那個核子彈頭的數量 所以它最高峰可能到達了超過四萬 那有人曾經計算過 這些核子武器如果真的拿來使用 譬如說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那麼這一些的核子武器加總 可以把地球炸爛分辨 這其實沒有意義了啦 所以有人講說如果有第四次世界大戰 那就是大家拿石頭護人 因為人類還存活下來就回到最原始的時代 所以各位要感受到在冷戰時期 這一種對核子武器會實際使用的恐懼 扮演一個還蠻關鍵的角色 那因為核子武器實際上在二戰 是不是使用在廣老跟長期 大家都知道它的威力 以及它的全面的毀滅性 所以我們後面講古巴飛彈危機也會提到 再來冷戰還包含太空競賽 那太空競賽就讓整個軍事從地球延伸到太空 那這跟蘇聯是有關係的 柯本有提到這一段 你直接搬到在175頁 柯本其實都把一些很重要的東西放在歷史聚光燈 像那個歷史聚光燈在175頁的第二點太空科技方面 我建議把它畫下來 1957年蘇聯把第一顆的人造衛星 它的名字叫Splenic 史夫尼克 發射到太空 那這件事情震撼全世界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把一個人造衛星放到太空軌道上 你就可以把核子武器直接發射到地球遙遠的另外一端 它的技術是一樣的 所以這對美國來講 既有太空競賽落後 同時有軍事競賽落後的雙重壓力 因此隔年美國就宣布成立NASA 所以NASA是這樣成立的 NASA現在是全球頂尖的 研究航太的一個機構一個中心 可是它當初的成立是在冷戰 怕落後蘇聯的那個壓力 而且在它成立不久之後 美國就發下一個願望 就是在1960年代結束之前 要把人類送上月球 後來的確就在1969年 阿姆斯壯達成這個任務 雖然也有一種講法一直沒中斷過 就是阿姆斯壯實際上是在攝影棚完成這些事情 從那個什麼它踏上月球的土地 陽起的灰塵 都會知道月球的重力跟地球是不一樣的 反正就是種種的判斷 還有那個什麼光線上的不自然等等 但按照官方的版本是1969年登陸上了月球 所以這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競爭 那這個部分我再幫各位補充一下 1957年剛好是中共在發動哪一場群眾運動的時候 這我上學期才講過沒有辦法推給高利 1957年對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之後把這些知識分子清算之後 好來大躍進寫在1957年的旁邊 大躍進是農工生產大躍進 不是要超音感美嗎 當時提出來的一個口號就是什麼 人民公社設設防衛星 它的那個衛星就是在cue這件事情 因為蘇聯是共產國家 蘇聯在1957年發射衛星代表共產國家 有這樣大的成就 所以當時毛澤東在中共 他就試著藉由衛星這種先進突破領先西方國家的意向 來幫他的大躍進下注解 所以你再回頭去看那個大躍進的後影片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所以這個太空競賽其實是戰了一環 再來冷戰還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對抗 回到剛剛169頁地方 好 這種意識形態 我們當然剛剛講的是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 那你把鐵木這兩個字寫在剛剛畫線第三行的地方 鐵木是丘吉爾發明的一個名詞 各位知道我們今天如果講鐵木 各位可能直接會聯想到的就是被關在監獄 那誰被關在監獄呢 丘吉爾在1946年 這是他首相已經不當下營之後 他說從波羅的海的某個城市 到雅德里亞海的另一個城市 一道貫穿歐洲大陸的鐵木已經拉下來了 這張鐵木後面落落著中歐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 各位看 然後丘吉爾說這些著名的都市以及人口 都被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 丘吉爾其實這個講法很好笑 他說全部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 到底是哪一種 全部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落入蘇聯影響之下 已受到莫斯科日益加強的控制 其實他不講大家都知道 就是共產主義那一套意識形態所支配 好 那我把剛剛這個東西用一張地圖來看 剛剛那個丘吉爾講的其實就是這一條線 還好在緬分投影這條線還算清楚 綠色這條線 然後這邊就是波羅的海 這個地方就是雅德里亞海 這樣講的就是中歐東歐全部都被蘇聯共產主義控制了 好 那再來冷戰還包含的是軍事上的結盟 這個是寫在課本的172頁請翻看 好 最重要就是那兩個標題 一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一個是蘇聯主導 然後設立在波蘭華沙的華沙公約組織 所以華沙公約組織是共產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民主的 那在諸事第五其實有講 這一套叫圍堵的政策 那圍堵是一個自由世界的立場 它要去堵住共產主義去擴張 因為以當下的形式來看 共產主義似乎是一個非常具有侵略性 不斷的會把它的力量往外去傳播 把共產的思想往外去輸出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注視第五 民主國家自由國家就必須要圍堵它了 那最主要有兩個防波體 一個是西防波體 所以他們是把那個共產主義當成是像海嘯 或是很大的海蠟襲來 這個西防波體就是NATO 這個組織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我們一般都是用縮寫 然後東防波體就是CITO CITO就是東南亞公約組織 這個在注視第五都有 你自己稍微不要記一下 所以美國就藉由跟當地的一些國家軍事結合 共同對付共產主義的擴張 這個是軍事上的結盟 那我們看幾張圖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這一張 這個國家是蘇聯 這個國家是中國 這是兩個最主要的共產國家 所以美國跟歐洲國家 就在歐洲成立的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但就這張地圖上來講 他沒有把美國加拿大列進去 美國加拿大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因為北大西洋自立的意思就是這個地方 周圍的國家 所以共產主義往這個地方擴張 我要圍堵 然後這個是西方波體 再來東方波體就是剛剛講的 東南亞公約組織CITO 所以東南亞一些跟美國結盟的國家 我實際上不多了 另外一個是課本沒有提的 你自己可以把它補充上去 叫CENTO CENTO是中部公約組織 也就是在中東這個地方 然後一樣去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 這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就是土耳其 我等一下會提到它的重要性 這一張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幾個軍事上的結盟 要堵的就是蘇聯的華沙公約組織 但後來這個圍堵有沒有完全成功呢 沒有 後來越戰其實這個地方變成共產國家 就是一個破口 所以對以圍堵這個角度來講 它並不是真的 好像滴水滾漏 然後完全成功的 並不是 那這張如果高一是我教過的同學的話 我有提過這一張 這一張因為它的投影是在北極 所以它呈現一個非常特殊的 地圖顯現的樣貌 剛好跟我們現在講的圍堵的觀念是相同的 所以你看中間的這一大塊最深色的是蘇聯 稍微淺一點是中華民共和國 這邊東歐還有一些蘇聯的附庸國 那你看綠色的就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整個剛好把它一圈包起來 防止它對外擴張 那在這一圈當中我們剛剛講過的是西方波體 這邊是東方波體 那東方波體後來還有加強的是 台灣中美共同防御條約 然後美韓共同防御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所以東方波體後來有把它加強 延長再滾固 所以這張你特別可以看出 所謂圍堵的概念 它就是不要讓共產主義再擴散出來 那冷戰即是因為它是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 但你覺得很怕敵人的意識形態 滲透到你的正面來 那對共產來講 他當然會擔心自由民主思想 因為自由是人基本上會去追求的一個東西 不受限制 那共產國家會要自由 可是你知道自由國家民主國家 也很怕共產思想的慢用 那後影片各位看 因此它這邊牽涉到一段思想的迫害 請你一樣回到169頁 你只有右上角空白的地方比較好寫 你把麥卡錫主義寫一下 有時候我們講民主 我們會覺得民主就是民主 但其實不是 民主人一直在變化當中 就算號稱民主國家 它有時候會民主一點 有時候會不民主一點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一個 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 民主國家也變得沒有那麼民主了 所以麥卡錫主義在1950年代的美國 那什麼叫麥卡錫主義呢 麥卡錫是美國的參議人 他當時就大力鼓吹 所以共產黨的力量大肆的滲透 美國的政界演藝圈出版界報社 因此美國應該把這些共產主義 以及他的同路人救出來 那當時就取行非常多 不停政會 這是國會議員的權利 那就叫很多人來國會作證 那個作證是有法律效力 所以你不能亂講話 那所以他就變成是一個 某種對很多人構成壓力的一種過程 所以我們看到 誰在這個麥卡錫主義的浪潮之下 受到牽連呢 第一個是佐別林 我們曾經放過佐別林的摩登時代 他是演員 那像這種被連累的演員 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他當然美國還是個民主國家 可是光是他被牽連進去 對他以後的工作就造成莫大的影響 就沒有人敢找他演戲 那像澳門海默是一個科學家 幫原子彈的 那像他如果一旦被牽連 他有那個嫌疑的時候 國家的大型科學計畫 就再也不會找他了 你知道這對一個科學家來講 簡直就是他的職業就毀掉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然後再來各個政府機構跟企業也會成立 所謂的中程審查委員會 那這個規模龐大到很難想像 美國每五名員工就有一名需要接受審查 那審查結果如果不利 譬如說他真的覺得你是有一些牽連的 你工作就沒有 然後也不太有人敢在併用 所以這個麥卡錫主義還好在美國 只是一個不到十年 或者說十年左右的過程 但你要知道就是說 當你反共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的民主也變得不民主 你的自由也會降低 再來這個就是奈哈錫主義 某種製造恐懼的海報 這是我們要的明天嗎 其實我不太清楚 他描繪的主要表達什麼東西 我只看到一個美國國旗被燒毀 然後美國被共產主義滲透之後 這個國家就被毀掉了 然後底下那些人是在抵什麼動作 好像有人是被掐脖子 有的是被架拐子 反正大概要表達的概念就是 原來的生活會受到共產主義的衝擊 然後你會被迫害等等 這個某些恐懼是被製造出來 雖然也不否認真的有一些共產勢力 有可能的滲透 那這個就是台灣版的麥卡錫主義 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的巔峰在台灣也是1950年代 所以當時也很怕這個島嶼 是有共產勢力入侵的 那以至於當時甚至有人只是看了一本書 書的封面上面有馬克思三個字 他就被補了 結果那本書是馬克思韋國寫的 馬克思韋國根本就是反對馬克思的 一個社會學家 我們講共產主義的那個馬克思 就是叫卡爾馬克思 那馬克思韋國是另外一位學者 結果那個情勢人員素質太低了 就把死馬混作另外一匹馬 一直就代表 這種冤獄 這種烏龍事件其實是有的 那白色恐怖就是台灣版的麥卡錫主義 那除了我們北一的校門 就是台灣最重要的白色恐怖的一個 有形的紀念物 各位應該都看過吧 那如果以美學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他滿醜的 但如果以他要紀念要彰顯的那個價值 他是重要的 那當然我是覺得他整個呈現 可能不是很清楚 因為來到這個地方看的 其實或許也不太清楚 白色恐怖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趁這個機會順便再講一次 說再講一次是因為在座高一的 如果是我教的 我已經有講過一次了 來 白色恐怖是相對於紅色恐怖 這在高一我推薦的那個 周萬牙老師的台灣歷史圖說裡面 他其實講得很清楚 紅色代表共產 白色是跟共產對峙的力量 通常是指法西斯 可是各位知道 法西斯經過的二次大戰 是被消滅掉了 那跟共產對峙的 是不是變成是民主國家了 所以號稱民主國家的人 是有可能白色恐怖 台灣不是也號稱只有民主嗎 白色恐怖 麥卡錫也可以界定為是某種白色恐怖 所以他往往會羅之罪名 牽連一些人 那以台灣來講 當時又比美國也重太多了 美國畢竟是一個比較有民主基礎的國家 那在台灣來講 他就顯得是一張天羅帝王 那不管你是真的跟共產黨有所牽連的 或者是你只是跟共產黨有一些 其實只是寫一封信 或甚至你是被冤枉的 反正不管怎樣寧可挫殺一半 千萬不能有漏網之魚 這是當時的邏輯 所以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是要對付共產黨的 因此當時很多人都被捲進去 那台大在前幾年曾經辦了一個展覽 就是白色恐怖時期 台大學生被牽連在其中的 在台大的那個柏亞教學館 其實我去看那個展覽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是蠻恐怖的 因為就在柏亞教學館的一樓 一張照片就是一個台大學生的死亡 整個一樓全部都是照片 那全部都是台大學生被槍決 被抓去哪裡槍決 就被抓去那個現在台大水源校區 因為那個地方離心電氣很近 所以以前就很令人崩潰的事情是 因為被槍決之後 那個屍體有可能直接就被送到那個 旁邊去做解剖 那有可能是解剖到認識的人之類的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時代 因為我現在不是講台灣史 但我只是跟你講 這些東西其實是跟 當時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受影響的 這樣我們看到的是 戰鬥歐洲殘破警察169的頁的底下這一段 這一段比較主要是講經濟的層面 那共產主義特別容易在一個國家或者地方 經濟失序 原來的經濟崩潰的時候 它可以發展 好像一次大戰之後 而且二次大戰有點重演 你看一下第一行 特地說 因為歐洲受到戰火嚴重的破壞 二戰之後只有比一戰之後更嚴重 有過之而不及 所以共產主義這個時候又變成是一個可能會擴張 但這個時候其實是美國的態度不一樣 直接翻到170頁的地方 好那美國這個時候不能再像一戰之後那樣子的態度 你先把錢量好畫下來 美國為了不重演一戰 因為孤立主義造成的經濟衰退 美國其實在一戰之後就是把全世界丟在後面 最後經濟大恐慌 然後納粹法西斯的絕情 最後還是連累到自己 美國最後還是參加了二戰 所以二戰之後它就調整態度 它不再擺爛 它積極地去參與全世界的重建 具體的代表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第四行的馬歇爾計劃 那個要三個性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講的計劃 但我覺得它重要 那馬歇爾計劃在注釋第三個叫歐洲復興計劃 我投影片這個詞都會知道 不能夠寫在非選的答案 不能寫歐洲撒解計劃 只是它實際上概念 就是美國像聖誕老公公到處去歐洲 然後說你缺東西了好 給你一些 然後你缺錢了好 給你一些 美國大方送的那個意思 那這個馬歇爾長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馬歇爾就是那個馬歇爾 哪一個馬歇爾 你知道中國史也有一個馬歇爾嗎 對 跟中國史在二戰之後 是不是國共內戰開打 美國不是不希望中國爆發內戰嗎 因此就派了一個高階的政軍領袖 就是馬歇爾來調停 就這位 他時間上 他來中國時間比較早 1946年 最後他調停是境外失敗 失敗嘛 可是他回美國之後 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國務卿 國務卿大概是外交部長的意思 那因此他就提出 就是要大力援助歐洲的計畫 我們後來就以馬歇爾為名 俗稱叫馬歇爾計畫 好 由美國出錢援助歐洲 那當時歐洲是這樣 因為戰後的殘破 所以很多民生必需物資 各位知道三餐食指耗煩 你一定要吃得飽 那如果糧食很貴 一般人食衣住行這些很貴 就會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 簡單講你就是要用很多的錢 才能買到那個東西 因為就缺物資嘛 所以美國怎麼做呢 馬歇爾計畫 就直接把這些 十一住行相關的資源 直接投入到歐洲 其中接近90%都是用送的 所以我剛剛講撒錢是真的 他連租跟借的形式大部分都免了 如果有接近90%都是用送的 各位知道 美國這個態度絕對跟一戰之後的孤立主義 是百真之百不一樣的 那一共有16個國家受到美國的援助 當然那個金額會差很多 所以這些國家的GDP後來成長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靠美國資源的貢獻 那也就是因為美國這樣子出錢 去協助歐洲重建 所以後來歐洲跟美國的NANTO 北大相關約組織 那為什麼會成立呢 就是因為經濟上美國援助歐洲 軍事上美國跟歐洲就有合作的空間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冷戰的模式 我自由世界要站在一邊 所以我就要大力援助你 你也要大力的支持我 好再來 後來歐洲的統合計畫 這是我們後面章姐會提到的 就是歐洲經濟共同體 以至於現在的歐盟 也跟這一段馬西爾計畫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來看幾張圖 這張是課本的圖 那你知道傳統歐洲的一些大國 像英國、法國、德國 但是德國指的是西德、義大利 都受到很多的援助 那你特別注意到 有兩個國家援助金額雖然不多 但他們其實國家相對也沒有那麼強大 把這兩個國家選起來 然後翻回前列一頁 最後兩堂 蘇聯想法影響力 過張到德國和希臘 然後準備來戳個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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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一下 各位都知道 蘇聯的前身是俄羅斯 俄羅斯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想把他的力量擴展到什麼希臘圖 或者其這個地方斜線 這一點比較簡單 所以大家應該都要重視這個問題 來 翻你 最後比較吃虧一點 那個林安請給大家 欸 什麼時候俄羅斯就香 那不是林安是那個 張子玲 好 就是什麼時候俄羅斯就想把力量 往這個地方延伸 擴張他的實力 很早 好 來 知道的舉手 欸 大陸不知道 這個意外 這個意外 俄羅斯不是傳統就想往那個梁海峽 進出地中海嗎 這沒有很久以前講到的欸 來 趙王以外我們要回答 你們不能每次都靠趙王這樣子 好來 好來 從17、18世紀師就開始打惡土戰爭了 打了N4的惡土戰爭 是包含我們講過的克里尼亞戰爭 所以傳統上的惡國 以及後來我們叫蘇聯這個國家 一直想從黑海藉由梁海峽進出地中海 那在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時間點的意義在哪裡呢 一旦蘇聯可以進出梁海峽 然後到地中海的話 他就威脅到英國跟法國 法國可以理解啦 義大利可以理解 為什麼會威脅到英國呢 欸 在北非還有英法的殖民地 所以你要知道以冷戰的那個圍堵的思維來講 這個地方是一定要守住 所以為什麼土耳其跟希臘 是在整個馬歇爾就是圓著的那個範圍系列之內 然後再來因為他的地理會是重要 我想課本有強調這一點 那再來後影片這一張是馬歇爾企劃的宣傳海報 我覺得這張大概是畫給幼兒園看的 就是你大概很容易看的 這個是Better Standard of Life 更好的生活 然後這是一個女性 這個女性上面寫One Europe 就是歐洲要通力合作 那底下他踩著一個高鰲 叫馬歇爾的圓柱 他因為踩著高鰲 所以他可以摘到葡萄 反過來講他如果沒有踩高鰲 他就摘不到葡萄 所以他意思其實就是馬歇爾的計畫 讓整個經濟就是變好 我想這也是他最直接的結果 那這是另外一張馬歇爾計畫的宣傳海報 那個Together就是齊心齊力 所以為什麼說他是後來整個歐洲統合很重要的意願 所以美國在二戰之後對歐洲所做的決定 影響非常的深遠一直到現在 再來這個是課本在170頁有的一張圖 馬歇爾計畫他援助英國的物資 然後在這一張圖這一地物資上面有寫的是馬歇爾計畫的援助 還有他的圖案 那我們放大看就是這一張 然後這一張是台灣版的 所以請你在馬歇爾計畫旁邊寫上美元 然後時間我們也助記一下 如果是剛剛的馬歇爾計畫是1948到51年 時間比較短 但他是短時間投入大量的金額 那台灣的美元的話 或許你也把時間寫在旁邊 是從1951年到1965年 時間比較長 金額也蠻大的 但性質都一樣 藉由經濟的援助 穩定這個地方的經濟 以至於他不會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 所以我想不管是歐洲的馬歇爾計畫 不管是台灣的美元 那各位看其實就是我們前面講過 美國隊長的概念 你看美國隊長這個盾牌 奪下馬歇爾計畫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一個 就是說你可以講美國隊長就是一個 有形的美國對於全世界的支援 或者某種拯救的意義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這一節課的後半段 我們接著要談的是 德國以及其他地方的分區佔領 我們都知道在二四大戰結束的邏輯 戰敗國都是接受戰勝國的分區佔領 當然有些地方是單獨佔領 那佔領的戰勝國就對這個國家 戰後他怎麼走向是有支配權的 那問題在哪裡呢 戰勝國內後 美國是戰勝國 蘇聯是戰勝國 他們在德國是一起佔領一個國家 他們在朝鮮半島 美國跟蘇聯是各自佔領其中一區 所以後來他們的衝突導致了德國的分裂 跟韓國的分裂 因此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分區佔領跟戰後的趨勢 第一個是德國 你看到一百七十一頁 這個是四國分區佔領 那你看比較特別是他的首都 柏林也是有四個國家分區佔領 這個我們上一次大概有提到他 那個直接看下一張 所以蘇聯的佔領區最後就變成東德 其他三個國家的佔領區就變成西德 那我故意找到那個之間他的位置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看這兩張很容易就看出他的樣貌 再來這個是首都柏林 所以這個是蘇聯的佔領區 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 後來也是演變成西邊三個佔領區變成西柏林 然後蘇聯佔領區變成東柏林 那最尷尬的是什麼呢 第二段的第三行情你畫下來 因為西柏林位在蘇聯佔領區 不管是東德或東柏林 都是蘇聯的勢力範圍 所以就有一個孤島自由的西柏林 被困在共產世界當中 這是柏林危機會發生的基本原因 各位都聽得懂 所以冷戰的開端就是從1947年 48年的柏林危機開始 那柏林危機為什麼會有 就是會有這個危機的發端呢 最主要是因為西邊的三個佔領區 這時候要合併 因為跟蘇聯一直沒有辦法談一個 德國改造的方案 那就是說那我們就自己可以處理 要先處理 然後要發行貨幣 蘇聯把這件事情視為挑釁 其實當然是挑釁啦 那因此蘇聯就採取反制 在1948年年中就宣布切斷 整個西德跟西柏林之間的水路交通 本來道路是可以走 然後本來船隻是可以航行 現在就不讓你走 不讓你航行 因此這個封鎖後來我們看 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從陸地或水上的話 那就只能從空中了 因此刻本提供了這一張照片 這當時藉由空中補給 因此把物資運送到西柏林 凡是這個飛機順利抵達 就是西柏林的日常生活物資 又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這等於是西柏林當時精神的象徵 好那這件事情後來蘇聯看沒有辦法達成他的目的 因此就自動解除封鎖 所以我們看到從1948到1949 這被定義成是第一次的柏林危機 那你自己可以在表9之1看到 柏林危機其實發生了幾次 那他是把整個柏林的歷史 算是做一個簡單的交代 這個表格可以參考一下 那等到柏林封鎖結束之後 本來叫佔領區 這時候就各自成立了政權 所以西德跟東德就出現了 西柏林跟東柏林的這個分隔也確立 那這個分隔最後是40多年的時間 所以德國曾經有一段是分裂的 好再我們看到柏林危強 柏林危強是後來的歷史 所以在我們剛剛講的柏林封鎖 以及之後大概10多年的時間 東西柏林之間是沒有危強的 那後來一個很尷尬的情況發生 許多人投奔自由 從東德或者東柏林就逃到西柏林 他就獲得自由 那這對蘇聯對東德來講都很尷尬 他不想蓋掉這裡 他只要投奔自由 那這不就是替我在做負面宣傳嗎 所以後來他就蓋了圍牆 在1961年的時候 這些這個圍牆蓋起來之前 他只有一些檢查哨 有些地方甚至還那個 稍微擺個東西隔板 隔開就可以到東柏林去串門子 然後再回來 後來就不行了 在柏林圍牆蓋起來的時候 所以1961年他蓋起來 他完全是在東柏林的境內 各位看這是圍牆正在蓋的時候 那你知道這邊是西柏林 所以大概就在看這一堵牆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裡面這些還在施工 嚴格上來講他不是一堵牆 他是一個帶狀的地帶 中間是真空的 不允許著自由在這邊活動的 好 那我現在又要問問題了 請問你這一堵牆 為什麼蘇聯跟東德要喊他做 反法西斯防衛牆 這個問題稍微難一點 我爭求願意回答的同學 這個時代明明沒有法西斯 為什麼蘇聯要把他喊說 叫反法西斯防衛牆 提示你可以從那個政治上的左右 看自己要回答 好 這時候不太適合抓過吧 好 那都沒有都沒有 不算 不算 主要不是這樣 好來 這邊再 對 雖然講這一半 那跟那個民主國家的關係什麼 OKOK 來 這跟剛剛我們講的白色恐怖是一樣的 我們剛剛不是講紅色恐怖跟白色恐怖是相對嗎 所以紅色恐怖是共產主義的恐怖 白色恐怖是反共識力的恐怖 那你把剛剛那個邏輯用在我們現在 那現在這個時代的確沒有法西斯 可是你共產主義他是極左派 他是在最左邊 所有政治上的光譜其他的思想都會在他的右邊 那以前是在很右邊是法西斯 那現在民主其實沒有那麼右邊 那我就把他推到右邊去 反正他永遠都會在我的右邊 這樣聽懂意思 這其實是一個污名化 但這個污名化是有必要的是 我本來在冷戰就是一個意識形態 就是一個宣傳戰 所以這個反法西斯防衛牆 希望你有看懂他的意思 好再來 我找到一張中文還不錯的圖 不過在兩邊就有點過度曝光了 來 這個牆他其實是有兩道 那這個牆其實他是經過巧妙的設計的 中間這個地方就只有軍人 是可以來回傳說守衛的 然後還有很多的巡邏犬 巡邏犬就是文貴道 因為你人來的名銳 可以知道有沒有人想他造次 然後再來上面是有鐵絲網 那很多地方又有高塔 高塔上面有人助手 晚上還有一些那個 就是Sparlight有一些燈在那個 就是在掃看有沒有人 想要就是跑過去的 那你再看到他的那個牆的上面 他故意設計成是一個圓形的 圓形就是代表你爬到最上面的時候 你很難去攀附他 最後就滑下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防止人去逃脫 不過後來好像有一個統計 是幾百人還是上千人逃脫成功的 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大概是飛越柏林圍牆的概念 非常難 再看一下 這是倒塌前夕的柏林圍牆 你們幫我判斷一下 面向你們的這一面是西柏林還是東柏林 西柏林 西柏林 你們會覺得西柏林的原因是什麼 西柏林 其實我們先前不是看過一個短片叫塗鴉嗎 那個Banxi那個塗鴉 塗鴉本來就有政治抗爭的意涵 你覺得在共產國家能夠這樣自由奔放的 塗鴉抗爭嗎 很難啊 所以這一面其實就是面向西柏林這一面 那這也是後來在1989年這道牆倒下來的時候 率先被拆掉的 因為當時東德政權已經搖搖欲墜 大家就開始拆圍牆 所以拆下來很多就變成紀念品 現在柏林可能還在賣吧 就一小片 然後它會裝在一個小塑膠袋裡面 然後再附一張照片 告訴你這是從牆的哪一個地方 然後剝下來的某一塊碎片 這是歷史的見證 以前好像有那個學生去柏林玩 就帶了一個紀念品 所以我現在那個辦公室也有一個 柏林圍牆的碎片 我也不太清楚要帶一個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某種歷史的見證 好 再來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國家 這一段你在課程找不到 所以沒有辦法 好 美國是單獨佔領日本 跟剛剛四國分區佔領德國不一樣 因此這個國家後來是美國高度意願去支配 建立改造它 這一段其實還滿值得講的 來 這個是原來的分區佔領計畫 有沒有看到中華民國的國籍 本來中華民國應該跟其他三國一樣 四國分區佔領日本 後來這件事情為什麼沒有成真呢 因為後來戰局發生了變化 後來進攻日本快到本土的 幾乎都是美國做的事情 蘇聯最後我們對日本參戰理由 可是其實它參戰沒有幾天 日本就投降 形同是幾乎沒有參戰 所以美國因為它在這場 太平洋戰役當中功勞最大 實際上後來的佔領是由日本 是由美國單獨佔領日本 所以按照原來計畫 中華民國是要去佔領四國這個地方 然後蘇聯是被海盜跟東北地區 但這個計畫後來是被廢棄掉的 那也就是因為美國單獨佔領日本 因此事情變得單純很多 像蘇聯其實本來是要派軍 但它不願意接受麥克拉斯的指揮 那中華民國政府實際上是沒有能力 泰軍隊去佔領 那當時各位知道 8月14號日本投降之後 甚至他要渡海來到台灣都很困難 你們知道陳醫師在哪一天到台灣來的 至於後來那一天到台灣光復節 10月15號是已經戰爭結束 超過兩個月了 那當時這些國民政府的官員 或者軍人都是怎麼來台灣的 都是搭美國的軍艦或者軍程 那你就要知道一個困在重慶 已經困了很多年的中華民國政府 他哪有辦法一時之間 升出這麼多的運輸工具出來 所以他更不可能去分區佔領日本 這個地方我們是把當時的條件 順便帶一下 那投降定位是由美國單獨佔領的 美國就按照自己的意願重建了日本 所以戰後的那套憲法是美國給日本的 日本也被塑造成是一個在戰後跟美國同盟的國家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昨天的新聞 昨天川普跟安倍晉三一起活動的 因為川普人現在正在日本 然後他們就去看了相撲比賽 然後川普做的事情真的不是一般人會做的 他頒了一個美國總統獎盃 就是相撲比賽各位知道這是一個日本傳統的比賽 那個champion就是 我不知道那個獎盃還超大 跟一個人一樣高 川普一個人好像抱不太動 所以他是跟另外一個人把那個獎盃送給了相撲的歷史 所以在新聞就有這個畫面 然後接下來就是川普跟安倍一起去打那個高爾夫球 反正就是兩國元首非常麻吉 你看他們那個互動 絕對跟川普在建金正恩的時候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互動 所以我們如果追本溯源去看美國跟日本 這麼親切的關係來頭影片 其實是跟戰後這一段美國重新塑造日本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是日本招惡天皇跟麥克拉斯的回照 這是在戰後他們第一次見面 八月中日本投降 九月下旬他們見面 那當然戰敗國 麥克拉斯作為最高指揮官 去見天皇這件事情本身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不過照片看在那個報紙的時候 日本人都崩潰了 崩潰的原因應該也很明顯 就以前天皇都是自己照相的 結果現在跟麥克拉斯合照就發現 天皇好像是麥克拉斯旁邊的一個小朋友的感覺 所以這對於天皇的威嚴是有變損的 當然美國他好像不太管這些事情 像川普就報了一個獎盃也就跑到你在相互的場所去了 再來 琉球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這個地方現在是日本的沖繩縣 可是其實按照美國在二戰剛結束的想法 是要讓琉球恢復獨立的 琉球本來就是一個王國 琉球是在牡丹社事件之後 在1879年被日本併吞 後來改叫崩承縣的 所以美國本來想讓琉球跟韓國一樣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因為它本來是日本對外侵略的產物 不是日本的一部分 可是後來美國改變主義了 美國為什麼改變主義 因為這個地方如果獨立成一個國家的話 那麼它很有可能無法抵擋來自於共產國家的威脅 因為小國家嘛 所以後來美國就把它認可 琉球是要歸屬於日本的領土的 因為它歸屬於日本的領土 美國又藉由跟日本的安保條約 可以去支配琉球 簡單來講 這一條太平洋的低島鏈的防線 就整個不會有缺口 所以美國後來基於某種自私冷戰邏輯的心態 就不讓琉球不必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對後來整個歷史的發展 也影響非常的大 而且美國佔領琉球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一直到1972年 這遠超過它被日本本土佔領到1951年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到1972年 美國終於把琉球交還給日本的時候 也把尖閣租到 也就是我在台灣講釣魚台交給了日本 那這個是今天東亞海運緊張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根源 那釣魚台的問題這也很難一時之間講清楚了 但只不過它現在是由日本來管理 最主要跟1972年的這個琉球交還給日本 它是一起做的 所以現在的那個灌蝦犬是在日本 再來我們看到朝鮮半島 現在請翻到課本的173頁地方 在173頁我們看到的是韓戰 那這段我就比較沒有要詳細講了 因為我們在台灣時跟中國時都講過 來這個是分區佔領 北緯38度先移北 是蘇聯 以南是美國 這個跟德國那個邏輯都差不多的 可是後來跟德國發生的事情也類似 就是在分區佔領雙方沒有辦法達成意見的時候 於是他們各自舉行選舉 各自選出領袖 因此北韓選出來的是金日成 就是金正濤的阿公 那李承管是跟原來的李朝皇室是有關係的 那這時候也被選舉成為南韓的總統 因此南北韓就正式分裂 那還沒結束 在1950年的6月 請把倒數第二行畫下來 這件事情影響台灣深淵 台灣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跟這個時刻所發生的事情是有關的 好那我們知道打了三年多的韓戰 其實打到最後就是跟美打是一樣的 原來是以北緯38度線做為分區佔領 結果打了三年多之後 美國跟南韓 然後北韓 然後北韓 以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志願軍 最後協調的停戰線 是我手筆的這條線 其實跟北緯38度線 幾乎是差不多啦 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實質上 戰場上 或者版圖上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但我們看到有一些事情是具有象徵意義的 譬如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第一次境外出兵 並且可以說是獲得勝利 所以中共的聲望大臣的躍進 這當然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爭奪 因此就說美國是帝國主義 在我們看到美國的第七艦隊也因為海戰爆發 美國擔心共產主義會擴散到台灣來 因此就直接把第七艦隊放在台灣海峽的中間 所以這一張是我們先前就看過的圖 然後海峽就被隔起來了 但美國的海軍是全世界第一 當他的第七艦隊橫在這裡的時候 中共就一定打不過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戰後70多年到現在 我們跟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隔海對峙的這樣子的局面 其實都是韓戰所造成的 那你現在請你把這幾個條約 把它寫在刻本的174頁空白的地方 那這個其實就是東方過體的加強 在韓戰以及韓戰結束之後 我們這集也就講到這邊 只有下個 謝謝大家 那越戰就要等到下一集了 謝謝你 還有請大家